請念Netflix的這個 還以免器 Netflix華語懸疑句 他的他的他的招線什麼 Netflix和華語 華語 華語 等一下我看不清楚 你念台語 華語懸疑記 Netflix華語 懸疑句 他的他的招線記者 你知道我一念的時候我就念成 Netflix華語懸疑記 呵呵呵 華語懸疑記 是不是 你說很難念啊 你念台語 大家自己挑戰一下 華語懸一句 你看你的速度很快 華語懸一句 陶靖瑩日前擔任她和她的她 上線記者會主持人 而在WOW陶姐頻道中 也釋出當天的花絮 來看看陶姐在幕後玩了哪些八卦呢 這是演得過癮嗎 爽 可是你本人是比較偏哪一種 台客還是那個 比較鬼靈驚怪的人 像嗎 不像嗎 怎樣叫鬼靈驚怪 你做過什麼 就我可能每天會打坐啊 應該是比較佛系的吧 沒有也沒有欸 對啊 然後我可能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很喜歡去觀察生活 好久沒有看到你 然後也都沒有恭喜你 真的要輕一方面說恭喜 現在這個階段在忙什麼 有什麼人生規劃 我現在就是宣傳系啊 我發現它是鑽石 你猜是什麼意思 鑽石什麼意思 爆料嗎 不是 其實它的特質是很難化 他很硬 很難挖 就連林昕吳都說 他之前 比如跟男友在講電話說 林昕吳說他耳朵那麼長了 一句話都聽不到 你很小很小聲 對我很小聲 我講話很小聲 而且我回去看了李柯太太 訪問你跟邱澤那一集 我覺得你夠狠 超狠 整個18分鐘的訪問 他一眼沒有看過邱澤 只有在13分鐘那時候看了 就是不小心這樣看了一眼而已 我覺得你們兩個那時候有講好 那時候愛了嗎 那時候正在認識中 我還以為是已經發生了 然後就是講好說 待會不要漏馬腳 所以我們都不要看對方 你真的超狠 一眼都沒有看過他 我很少看過這樣的訪問 有時候會害羞吧 那他就已經有 就是正在認識中 對 所以請問你們家有在煮飯嗎 有啊 可是你們兩個都那麼瘦 是煮什麼啊 還是就是煮湯啊 燉湯啊什麼的 就是蔬菜類吧 不能有油吧 也還是會有一些 其他就加一些藥材啊什麼的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 夫妻兩個一起敷臉 因為你們的皮膚都很好耶 是不是 嗯也有運動啦 都有 兩個人的運動 不是 兩個人的運動是 我的天 面對陶瓷姐的逼問 薰維妮快抵擋不住啦 但鑽石果然是鑽石 怎麼樣都挖不出來 真的超級神秘的啦 他和他的他 都是女生的他 委屈你了 但是他在裡面 他們都有很吃重的演出 敬請期待 那采訪組整理報導